不要想著贏 要想著不能輸 做好SOP 追求長期的穩定獲利 我是Mr.海豚范振宏 要掌握股市投資消息就加入 海豚官方Light 來到海豚交易室 那今天是禮拜一 那今天有直播 那大家有什麼問題 記得把股票股名 還有你詳細要問的問題 打在留言區 那等一下這個前面 那個標準的流程 我們跑完 我們就來回答大家的問題 好那一樣先看今天的重點 那剛剛看了一下聊天室 已經有問問問題了 那個海豚下面再跟妳幸福 你好 你好 改名康康 為什麼改名康康 還有Mark還有Odi 大家好 你們好 那一樣有問題 趕快留言 等一下一起回答 那上次有人留言沒有回到 所以大家有問題 趕快留 小心留回 來不及回 就要等禮拜五了 好那今天 第一個重點 是要看那個盤勢的部分 因為現在基本上AI 今天大部分震盪 當然少數幾家漲停 銀邦 四星還有見準漲停 但其他大部分都是震盪量縮 那基本上就是等待這個回答財報 那通過的加速呢 也有持續好轉的現象 那等一下帶大家看一下 那再來就是看這個四星呢 跟中信經的法說 那四星當然就是看AI相關的 這個還有就是標題有講 為什麼創意 這個有沒有機會 應該說創意有沒有機會 跟上四星的腳步去往上做進攻 等一下會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那再來就是中國的地產風暴 這個是席捲而來 那星期五呢 中信經 法說又怎麼看待 那為什麼法說過中信經還是上漲 券商也有調升評級 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一樣這次開始之前 記得幫海豚按讚訂閱還有開小鈴鐺 如果你是小資族 或者是你還在觀察海豚的話 你不想訂海豚的週報 沒關係 那按讚是免費的 歡迎按讚 訂閱頻道也是免費的 那我們就先看一下今天的盤勢 今天盤勢上就震盪量縮 今天的量大概是 創了五月中以來的最低量 只要2500多億而已 那 鍵上上市貴都漲跌呢 差不多都是在平盤之上 小漲 那也是少見的 這個上市漲幅是0.00% 那我就印象中 之前當PTT版主的時候 那時候不是 雖然說開賭盤的不是我 但是那時候都會開賭盤嘛 偶爾就會開一個賭盤 要賭說今天的漲跌點 大概在什麼range 那我永遠記得就是有一個 平盤 有一個選項是平盤 那記得好像沒人中過 印象中好像過去幾年也沒看到 有幾次游市真的是在平盤附近的 就是漲跌點數在一定的點數之內 好像5點以內吧 就是會開在平盤這邊 開獎平盤 那賠率通常都最高 通常不會有人中 那電子今天 其實今天電子早上開高的 那當作AI整個ODM相關的 比較偏選擇的都開高走低 那自然就要拖累電子指數 那金融呢 似乎 是不是中國地產的風暴已經過了 這個利空數已經過了 我們可以去觀察下去 等一下技術面也帶大家看一下 那今天強勢族群呢 AI供應鏈 就是建準銀邦跟世新 那世新就在細製材的部分 還有N31 那今天除了AI的以外呢 比較強大就是網通啦 網通就是智邦友訊跟企機三家漲幅是比較大 那其中智邦是漲停的 那其實上禮拜呢 這個核勤控的法說其實也有提到 就是相關美國基建的營收貢獻 大概在明年年底 才會有實質的貢獻出現 那現在他們在漲什麼呢 那當然是可能各自有題材 這部分海藤就比較沒研究 因為海藤對網通股真的是 退避三色 真的是 是覺得他們真的一方面很巴 第二方面 也真的是比較不好估 比較不好估 好我們就先來看一下多樓加速 等一下再來看技術面 那其實上禮拜應該說已經講了一陣子了 就是多樓加速已經超過60%的過熱區 那短線的空方已經進入過熱階段 那海藤其實一直有提醒 基本上從上週就在講說 要觀察下哪些類股族群是有領先大盤轉強的 那其實上禮拜也有提到網通是比較明顯 是比大盤強勢的 那這禮拜網通開始有在動了 那大家可以觀察一下 那至於其他的部分 之前也有提到那個重電類股 不過重電類股目前看起來只有滑乘呢 表現是比較強勢的 只有看到滑乘 滑乘是表現比較強勢的 那可能像中興電 可能還在下面混 然後這個1509 四電大家都我早就忘記了 四電 四電今天也算不錯啦 不過這也是算是跌破 也算是弱於大盤的 那東元也是弱於大盤的 所以目前看起來指標股還是在滑乘身上 指標股還是在滑乘身上 那大概是這樣吧 目前其實沒有看到其他太多強勢的主意冒出來 可能就還是AI為主 那我現在要來看一下大盤的指數部分 其實今天也沒什麼好講的 因為建商就是量縮震盪 不過大家覺得說 這樣量縮下來是不是沒人要玩了 那但海蟲看起來是好事一件 因為補量 如果今天還是持續大量的話 那海蟲反而會擔心什麼 是不是又在那邊震盪出貨 那如果說 如果說今天出量往上的呢 的話呢 海蟲也怕 怕什麼 因為 因為如果今天又漲 那又漲什麼 那不是台積就AI 那我直接帶一帶 那NV開出來 財報雖然不是容易力多出境嗎 所以海蟲也不希望它漲 那如果往下跌就更不用講 那海蟲更不希望 萬一再破線的話 這個16264國再破線的話 那等於說這個是止跌失敗 這條線就止跌失敗 所以大家留意觀察一下 留意觀察 建商接下來幾天 海蟲看起來都是 最好是一直震盪到NV開財報 因為 這樣講出來好像就 把週報內容都講出來了 基本上 我認為 如果接下來 今天明天後天都震盪的話 那禮拜三晚上 NV開出財報之後 那比較有機會去利多反應 如果說今天明天後天 AI就全部開始亂噴亂漲 那反而NV開完財報有機會怎樣 是有比較大的機會 反而是利多出境了 所以這幾天呢 海蟲也是持續關注相關 AI概念古的走勢啦 有沒有走出海蟲喜歡的形狀 跟量能的狀況 有沒有符合我的想法 那如果有符合的話呢 海蟲當然就不排除再多買一點點了 就看這個NV等NV開獎 那當然 有沒有可能 最近還是震盪 就NV開獎出來往下摔 也是有可能吧 所以到時候一些 一些風險機制 就是看到時候磐石狀況 一些風險機制 該做還是要做 就跟大家做個提醒 那貴買呢 其實也是一樣 也是看這個禮拜四的大量低點 這個206.16 這邊最好是守住啦 那這邊就持續看這個 多空投加速呢 能不能持續的收斂 然後進而去帶動長線也出現收斂 這樣的話 在下一輪的多頭輪動裡面 中小型股其實會比較有機會 走出比較好的一個發展 這個大家要再一起觀察下去吧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往下走囉 我的PPT在這裡 好接下來我們看這個 世新法作為的重點整理 那這個講 其實世新的東西就 說真的這個IEP 真的說他們到底在搞什麼 真的是很難搞懂 不過我們還是大概看一下一些數字 至少財報數字怎麼看得懂 那這邊講到2023年的AWS 這個營收相關佔比是40-50% 那明年會持續成長 那營收佔比呢 HPC就高速運算 跟AI佔80% 那這佔比是很高的啦 因為先不管HPC跟AI各佔多少 那但是你大家知道嘛 HPC跟AI目前都是 至少是半導體裡面 持續在成長的 這個相關的產業類別 那可能像其他的 可能消費性的IC 這個部分就當然就比較糟糕一點 因為像今天早上 宜偉澤新聞社有提到嘛 中國陸系的 因為他們沒辦法做先進製程 就只能做成熟製程 所以他們就不斷的擴產成熟製程 所以擴展之後價格又比較低嘛 那台灣的相關的降價狀況又可能比他們慢 然後就變成說台灣的一些IC設計廠 為了要成本 節省成本 反而就投產投到大陸去 那反而造成相關台灣的晶圓代工廠 就成熟製程了 其實就整個漲狀就掉下來了 所以這個部分大家留意啦 那消費性只有10% 消費性只有10% 所以對消費性的衰退或成長 都要影響是不大的 那利器型是8% 其他1% 那製程呢 先進製程的奈米以下 7奈米以下就佔了87% 所以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12、16佔了4% 然後基本上 越成熟製程佔比越低 所以重點就看青奈米以下的 那地區的部分 其實是大家一直比較care的 因為之前私心在 中國的營收比重是比較高的 所以只要中國那邊一有問題 什麼東西被禁了 私心就跌停個一、兩根給你看 甚至兩、三根 但是目前呢 從去年開始 它的中國地區的營收比重 其實是持續的下滑 那美國部分營收佔比已經來到62%了 那中國已經跌倒20% 所以這個看起來 中國之後再什麼影響 也是不能說沒影響 只要影響不會這麼重了 那最重要就是營收的預估的部分 今年跟明年的營收的預估 就很多都有上修 那另外呢 大家一直說的COVOS的產能 它取得產能呢 也有提升 所以基本上 對於後續的訂單 是沒什麼太大問題的 那有另外一個AI客戶 這是誰就不知道了 這個大家也不知道 因為對客戶的這個保護嘛 那預計今年下半年到明年開始貢獻 就是也是營收推升的主因 那車用部分 也有順利取得訂單 那這個訂單主要還是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個訂單就是說 驗證過了 對方訂單已下 但是還沒有正式開始投片 還沒有正式開始投片 我覺得還沒有開始慘 還沒有開始那個貢獻營收 那這也是在未來會貢獻營收 那中國跟美國都有 美國就Tesla嘛 應該是Tesla相關 那中國可能就比亞迪那些吧 那另外這邊也有提到 中國的車用客戶 在下半年就有機會取得訂單 所以整體來說非常正向 那也給 被國內的多家券商調高目標價 那當然說今天早上有一個新聞嘛 就是說四星被調到2700嘛 那個大概說是取那個最高價 這個大家可以去做個觀察 因為剛剛那個是新聞寫的 不是我亂掰的 再來我們再講講中國地產風暴 這個大家可能對持股來說 可能未必有影響 可是我覺得還是要關心一下 因為其實上禮拜開始 一直有人在講說 中國版的雷曼風暴要來了 雷曼風暴要來了 可是基本上海淳是覺得機會不大 第一個上禮拜就有提到 2018年中美貿易戰之後 基本上全球各個國家 對中國的曝險 基本上都是開始在去做個降低的動作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台灣整體來說 對中國的曝險基本上是很低的 那雖然說中信這邊 整個中國 就是大陸地區受信投信資金額 財分總額度計算表佔了53% 這樣看起來很恐怖對不對 但其實整體來說 對於碧桂園跟那個這個什麼 中植系 就中榮相關的這個曝險 基本上是很低的 就是剛才說的3%以內 所以我覺得這個影響是不大 那中信還蠻有趣的 他說還是希望台灣成為大陸曝險最大的銀行 那為什麼呢 其實這邊最後面有講 就是 總經理表示 曝險的數字越大 代表這家銀行在當地的業務越好 簡單來講 他的用意就是說 因為台灣就這麼大 對不對 如果說假設一家電子廠 他只做台灣的生意 那他有辦法 營收大幅要緊買辦法 一定要去做全球化的生意 那所以中信他給的數字帶來的看點就是說 如果 為什麼我對中國的曝險那麼大 就是因為我在中國有很多生意可以做 那當然說他這邊也提到了 在日本、新加坡、香港、美國、泰國 他都是當地台資銀行曝險最大的一個單位 所以呢 其實說對未來的長方是很有信心的 那他對於大陸的外匯存體很高 評比人家 經濟運作正常 這個當然我自己是打問號 這是他講的 那當然外匯存體高是確實的 不過 最近其實我覺得大陸的問題 可能是要比較留意匯率 匯率如果說 還是在持續的貶值的話 當然 當然就不太好 代表資金持續的外流 那這部分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今天整個金融股反而變成了 相對比較撐盤的 相對比較撐盤的 那這個 中信金今天也反彈了2.14 那券商也有去對他的目標價去做一個調整 那基本上我認為台灣金融股應該是沒這麼差 只是就是 短線呢 你說有這個利空出鏡的味道 有 可是你說直穩了嗎 也有 還沒嘛 也還沒嘛 目前其實才第二天而已 加權至少已經三四天在這邊混了 那金融才第二天而已 第二天第三天 所以我認為金融相關的可能還需要整理吧 不過你說我沒有超跌的可能性 我覺得是有的 大家可以去做觀察 好 這個大概是今天主要跟大家去做分享的一些重點 那當然啦 這個 剛才那個創意到底有沒有機會 就一句話帶過 沒機會 不是說沒機會 應該說 為什麼創意沒機會呢 因為其實他這邊不是跌停嗎 就是因為他前一天法說 就吃了誠實豆沙包 就自己講說 我們就沒有AI 大家不要再自行彩測了 那就算有呢 可能也是二線的一些廠商什麼的 所以呢 這部分 大家就 不能說不用笑想啦 創意還是很好啦 只是說 之前因為 因為有AI 所以大家給他估值 預估他有AI 所以估值給的比較高 那現在他沒有AI了 那估值就下修了嘛 可能 世新可能給到五六十倍的本益比 可能創意呢 就可能只能給到可能三四十倍 類似這樣的概念 所以估值就下修 那自然就會跌下來 但是並不代表創意未來展望不好 還是跟大家說一下 那所以我是認為創意 不太可能複製 事新 但是他公司並不是不好 就跟大家大概的解說一下 所以呢 可以看看其他的AI股啦 這創意可能就不用看了 就不用看了 如果你要看AI股的話 大概就這樣 那接下來就是禮拜四 欸 央央年會是禮拜三啊 喔對 禮拜四早上 喔對啦 美國時間禮拜三晚上 這個是八點全球央央央年會 那再來就是禮拜四晚上有那個耐久財的訂單數據 然後再來星期五有密西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 欸 我是不是露了什麼東西 欸 接生後 接生後嗎 欸 還有一個是什麼東西 好好好 禮拜二號 就NV的財報 就是也是台灣禮拜 禮拜四的凌晨 每股收盤後會公佈這個NV的財報 到時候看來AI股 不知道怎麼反應 基本上我覺得是會是一個 影響行情 到底向上還向下的一個關鍵的時間點 好那一樣 那我們先簡單講一下啦 還沒加海豚帶生活圈的 少組沒有QR Code 想加入海豚 成為海豚家族的學員一份子的話 記得少右邊有QR Code 那今天的那個烘魚啊 烘魚今天差點漲停 那基本上烘魚海豚你看很久 其實在之前外面節目其實也有講過 我就認為說他就是一個什麼 短期的訂單的這個工廠調整的問題 訂單並沒有不見 那看起來海豚這次是有看對的 那當然週報學員 索馬學員 應該也是都有吃到 應該都有吃到 那我們稍微回來講講四星好了 好算好就這樣 我們來看看大家的問題吧 四星不講 來 來Mark問說這個秦城 8210的秦城 有沒有跟上銀邦邦 銀邦硬邦邦的走法呢 老師對這兩檔有琢磨嗎 這個銀邦又要刺痛我的心了啦 當初砍在這邊 沒想到這邊整理整理之後 我看漲翻天 今年計材料之後第二檔噴翻天的 好那銀邦的部分 記得他跟應該說秦城的部分也不算差啦 那會不會跟上呢 這個這部分 這個我可能還需要去研究一下 因為最近對機殼廠就比較沒有那麼深度的去做一個觀察 那鍵上兩家 那個看法都應該是偏正向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因為你說真AI股的話 他們兩個也算是真AI股啦 這個是不會有問題的 然後奧迪問說4953的微軟 如果是Microsoft的話我可能還有點研究 這檔微軟我就真的沒研究 而且上禮拜好像也有問過吧 那我記得那時候好像說 如果說這根應該是在這之後 好像應該是這根吧 欸不對喔 很關鍵是這根耶 因為這根跌破等於說前面的突破就完全GG了 那所以這部分我看一下 走勢來講的話 星球應該又是另外一個停損點啦 因為正常來說 這裡的低點破的話就這一根 會是海豚的一個停損點 那這邊再破又是另外一個停損點 所以鍵上短線都還沒有止穩或是轉強 好那再來看一下 對啊為什麼改名康康 海豚下輩就要更幸福 你說什麼東西改名康康 等一下喔 調整一下 好再來下一個 2347投信聯邁 打完底準備突破了嗎 ANCD零軸算是海豚的壓軸擊破量 看一下 這想必是老觀眾了啦 這個不符合耶 因為你說要壓軸擊破量至少 我們看啦 最原始的做法是看籌碼 投信有買這可以啦 三好一壞嘛 然後量也有縮 可是問題是它的季線 我們看環圓全息好了 還算可以啦 還算可以啦 這在等補量沒錯 等補量沒錯 可是聯牆 應該消費性比較重吧 我想不太到什麼利基點 除非就是去搞那個消費性復甦的這個預期吧 其他我想不到 海豚要剪頭髮了 什麼意思 是我頭髮長了嗎 也差不多了啦 我大概一個月剪一次啦 今天是21號 對差不多該剪了 差不多該剪了 好再來 海豚請問3715定影 定影大人跟2402一家 烤肉萬家鄉 哈哈哈哈 好 240家的展望 定影我記得是車用吧 一家好像也是車用 可是這兩家我沒什麼在看耶 這兩家我沒什麼在看耶 說聲抱歉 我們看一下技術面好了 一家看起來就是慢慢漲還漲格局耶 對啊 去順便開場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是就是慢慢漲慢慢推 然後在這個 定影換代號了 3715 定影也沒什麼太大問題耶 這兩隻我真的最近沒看 如果你積極的話 就守這個帶量低一點啦 然後寬一點就去守這個吧 突破OK吧 這兩隻我只能這樣解喔 這兩隻我真的沒看 來 李夫淵 請問24221的見準未來展望 投信買不少是不是有貓膩 那見準未來展望也沒問題 因為他也是真AI概念股啊 那其實今天索馬才有特別去講 見準的一些看法 那大家有興趣可以訂一下索馬 那見準的展望鍵上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因為只要你要用到 AI Server 那他就要用到見準的風扇嘛 那他的出貨量狀況也還不錯 那鍵上法說看一下之前資料 他是有講到說 他那風扇馬達啊 以前就是一個風扇用一顆下 一個風扇用兩顆嘛 所以說等他對他的整個出貨的平均售價來看的話 整個是飆升不少 但是說AI的營收占比對他來說 大概好像是5到10%吧 就不到很高但是也不差了 因為比很多台廠都還要高很多 所以這部分是可以持續正向看待啦 可以持續正向看待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說投信有買不少 因為今天都漲停了嗎 都漲停了啊 你說他沒貓膩 那也不對啊 好再來3591的愛迪生 金插鉤腳 金插鉤腳 是否有希望大戶比重持續吃 股價一直掉 我還是要講 就是如果你看到大戶一直吃 可是股價一直掉的話 基本上可能是大股東在攤平啊 那個未必是馬上會起漲的東西 那愛迪生的部分 因為這個我必須說海豚之前已經砍掉了 因為海豚之前有推薦 那營收的狀況呢 就是一直有一點點delay的狀況 雖然說7月份營收表現不錯 但是跟海豚聽到的 應該說原先預估的數字 這個1.71是符合預期 不過跟海豚原先預估的數字是有落差啦 現在可能就要看8月營收 到底有沒有再創新高啦 如果說他有跳到個2億多的水準 我覺得那應該會好一點 可是現在看起來就是 就是比較QQ一點 因為他已經 營收已經miss兩個月了 就是比較不舒服的 要去跑外送啦 好加油加油加油 中國地產風暴會影響車市嗎 這個是可以講一下 就是說中國地產的風暴 它有一些進階的影響 什麼進階的影響呢 稍微談一下 就是你要想 這是應該說我們第一層看到的是 金融業的暴險 但是我們第二層要看到的是什麼 就是大陸啊 國內有這些資金的一些問題之後 那是不是很多人就是可能 之前買房結果房買不到 貸款要繼續交 那可能本來買的房子也沒辦法租 也沒辦法賣 因為賣也沒人要收嘛 因為房子根本沒蓋好嘛對不對 所以會導致一些資金的一些緊縮 變相的資金緊縮 那在這個狀況下 你要想資金被緊縮 大家消費就會怎樣 消費就會降級消費 或是不消費 或就是所謂的通縮 就有可能發生嘛 那通縮會導致什麼 市場本來預估中國在今年年初 就是疫情解除之後 就要開始消費復甦 結果復甦沒出現 現在要出現這個問題 消費復甦就要更緊縮 那更緊縮就會連帶什麼 中國內需不振 內需不振 導致消費品的需求 復甦delay 消費品的庫存趨劃delay 所以就可能會導致 台系相關的消費品 消費性的這些個股或產業 可能整個展望的狀況就會 跟著delay 這個是接下來比較擔憂的 因為其實在 中國這個碧桂園 跟什麼中植系 這東西爆發之前 他們本來還有在猜想說 下半年會不會這些消費性的 就是預估明年要復甦嘛 所以這些消費性的產業 什麼NCU啊 這個PNIC啊 什麼筆電啊 手機啊 可能開始就要提前去反應 就是最壞 最壞的狀況已經過了嘛 可不可以提前反應去做個上漲 可是問題是 這個事情一發生之後 還能就把這個就直接打叉叉 我覺得可能暫時沒有機會 所以你說對測試會不會影響 也會喔 因為所以中國相關的汽車概念股 可能就稍微 要小心一點 加上最近Tesla又降價嘛 又再次去降價搶市 那小鋒汽車雖然銷量有上升 可是問題是 財報開出也是很差嘛 就是整個毛利率什麼的都GG了 好我們看下一個問題喔 來 小GG問說 中興店是不是股本太大 跟華城比沒辦法充起來 這不一樣喔 你去看海豚的豚骨拉麵 這個海豚骨拉麵有一集就在講 講這個 等一下喔 就在講這個華城跟中興店 那有去講到說 看一下豚骨拉麵 好就這一集 可以去看一下這一集 就有在講說華城的利基點在哪裡 然後中興店的利基點在哪裡 可以去看一下 大家歡迎去看一下 好那我這邊就不回答啦 那華城簡單來講啦 華城最大的重點就是 他的外銷比較多 好再來就是 哇你這個講的太簡潔吧 6547停損射61 然後只能說OK啊 有時候停損到時候要執行就好 好還是看一下啦 停損射哪裡啊 61 61是哪裡啊 我看不到哪裡 我覺得65.5破了 我就會跑了吧 而且最近這個兩個大量沒有撐住呢 對啊 我跟你講喔 泰福啊 他的長線 極長線 可能在看他2025年 2026年 2027年 後年以後的事情 可能會不錯 可能會不錯 但是現在可能 你現在就進去蹲 可能有點太早了啦 對啊 等到他長可能小孩都大了 這個我覺得不用那麼早看啊 我覺得是看62.5 比較安全一點 來這個像兔福嗎 NV如果不預期就要往下噴了 其實也未必耶 其實全部都就是要看什麼 看市場怎麼反應 你講的好也可能往下噴啊 對不對 有可能講的不好還是噴啊 這個很難說 再來 請問2623 2363的系統被擋空該怎麼辦 打不過就加入 你為什麼要去空強勢骨呢 為什麼要去空強勢骨呢 海豚不是講過很多次嗎 你要空什麼都可以 但是不要空強勢骨啊 所以你看到這種看不爽就去空的 那這個 我不好意思說太難聽啦 反正基本上就保重了 那你說要加入我也不建議啦 因為我對系統我也沒研究 那你可以去研究一下 它到底是有什麼天大的好展望 你看這邊連真率都還沒出來 這個就看戲啦 對我來說就看戲 來散熱裡面 是不是又輪為廣運 第一棒 記得第一輪喔 是廣運見準 雙紅 對於廣運 我記得他打入AI的部分 他那個東西印象中 不能說沒有真的打入啦 我沒有真的去做研究 但是我印象中 他吃到的份額沒有那麼多 就算有也沒有很多 那見準雙紅老師有研究散熱這一塊嗎 上禮拜開始有在看喔 散熱技術提升是否成為另外一個強勢族群 等一下我看一下喔 我手機突然響了 不管他 來 散熱大家技術提升是否成為另外一個強勢族群 我覺得他們本來就強勢族群啊 但是主要是落在見準 奇紅跟雙紅三隻身上 來NVE財報銀杏吃起來 好應該是講我剛剛那個想不起來那個部分 今天怎麼這麼少的問題 大家可能都賺錢了吧 好來請問華麗和後世 華麗的後世 華麗我沒研究啊 華麗我沒研究啊 只是這個看起來 看起來還沒有很妙耶 還原看一下 還原看起來是有番多啦 可是 這個這檔股票沒什麼量喔 這個我真的沒研究耶 這個拍謝我先看下一位 好在正文喔 其實網通股問我都是一樣答案啦 就是表哥一組啦 然後 大概漲2到3 漲2到3天大概基本上都會開始扒人 你看這個掌上來扒下來 掌上來扒下來 掌上去扒下來 你說最近比較長的 算是起雞了啦 掌上去扒下來 這邊好了不容易沒扒人 不知道明天會不會扒人 這個可以看一下 所以基本上網通經常都是吃 像每次美國基建這一塊 的題材 那營收有沒有辦法出來 可能就要看看了 好現在時間應該差不多了啦 我這邊的時間29分了 好 來華晶科 3059華晶科 感覺快要綁麻花了 他好像有AI鏡頭 AI鏡頭 AI是需要什麼鏡頭 就是拍了自動美顏嗎 那個這個 這個我不知道耶 這個看起來他還沒有 哇這個 比網通更疤耶 站上去又掉下來 站上去又掉下來 這個我玩我一定會被會員幹死喔 這個先看他有沒有辦法突破吧 至少先突破整旅區間吧 不然就是逢第一買 然後去蹲 這個實在是 還看不到什麼啦 你看這個年幀率 還沒看到什麼好狀況 而且去年下半年機期又高 八九十月都一億多 不是喔是十一億喔 十一億耶 對啊這個看起來不知道耶 沒什麼信心耶 對啊AI鏡頭 沒看到 這邊說這個夜冷散熱題材還沒算 正式打入 夜冷題材 現在知道大概2025年才有機會喔 所以還早 最快2024年開始會 可能會開始出貨 可能那個量很小 比較放量在2025年 6274這麼多利多消息出來 怎麼跌這麼多 6274 台藥 它沒有跌很多啊 它沒有跌很多啊 好吧 鏡子上這個通過機板部分看台光電 台光電才是指標啦 那6274不能說它沒有 它也是真AI 只是這個份額相關就比較少 因為它東西比較貴啦 它東西比較貴 台光電的東西就比較CP值比較高一點 所以大家比較愛用它 好那今天直播大概就到這邊 那希望有滿足大家的需求啦 那一樣還沒交海豚在生活圈的 記得掃除我們QR Call 好那想要訂簡訊 手碼或是直接加海豚的簡訊會員的話 或週報的話 就直接請掃到這邊的服務表單 留下你的電話姓名 方便聯絡時間 那有服務人會跟你做聯絡 那今天節目到這邊 主打操作順利 好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